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片子都是作为声音的指导 但声音这块呢 其实很多人对电影当中的声音不是很了解 那我们今天就把它叫来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电影录音师 或者是跟这种什么百万调音师有没有关系 这些一会儿我们都会问到 让他来给我们做一些专业的解答 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先给我们讲一讲 这录音师都是干什么的 在电影行业当中 好 大家好 我第一回说这些 那个电影录音其实很简单 简单来说就是把电影中 大家电影里头听到的所有的声音 把它录制下来 并且是制作出来 那么呢 其实分两大块 一个呢是在拍摄的时候 叫同期录音 那么电影录音师去现场 有专门的同期录音师 主要的工作90%呢 是录制演员的台词 在他同期说 也表演的时候把声音录下来 还有10%呢是录一些环境啊 录一些群杂啊 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呢 只是电影声音的制作的一半的部分 到了后期还有大量的制作的工序要做 先要把录好的东西台词根据到简介 把它剪下来根据画面都弄好了 就修这些台词 因为可能有杂音 有声音的音量不匹配 有各种各样的 还要调它的音色 完了呢还需要加上环境 就是风雨啊加上效果 爆炸呀枪炮啊车呀这些东西 还有呢就是动效 英文叫Folly 动效其实就是这些人 坐上碰一下杯子呀关一下门啊 就这些所有这些声音都是要 要去再去把它音一遍做一遍 最后呢还有音乐做具家给我们的音乐 把这些都弄好了 就像是炒菜一样等于你的料都弄好了 最后下锅炒呢就是最终的混露 混露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调这些的比例平衡 还要加上好多的音效果 比如说台词你是在屋里头 你还是在山洞里头 你是在车里头 因为有不同的混响不同的岩石 这些东西都是要在去混音的时候 再去把它做的 明白那你比如说 因为我们原来 我是一直都做平面工作 很少做这个 后来慢慢还做到影像这部分 我们做到影像之后 就发现这个声音其实非常重要 而且这声音特别麻烦 就不是说你想就是光录就完了 对 比如像器材啊 然后环境啊 时间啊 很多的注意的这些要素啊 那比如我们第二个就想问问 你比如说在整个的电影行业和产业当中 这个声音是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比如说啊 就是应该是咱们内容为主 我们声音呢或者是所有的这些其他的部门来为它做服务 但仅仅咱们从声音这块来说 是在电影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因为最早是电影是没声音的对吧 对 现在其实声音 大家都说的电影是叫声化艺术嘛 声音和画面的艺术嘛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声音的重要性 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可能呢 大家第一不了解 第二呢可能在有时候呢 确实声音不太像画面那样被受到重视 因为大家看都是主要看到画面 能知道这个光线的漂亮 然后用镜头运动的很漂亮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画面的重要性 声音呢因为大家都是听 摸不着 摸不着 所以就觉得有声就可以了吧 所以对于它的重要性 或者说声音 有时候做了很多工作呢 大家也看不到他做的这个工作的复杂程度在哪 包括有时候导演和制片人 他们也不知道你这声音 你做的是有多复杂的一个工作 因为他最后一听 反正是有的 另外一个声音和画面 我觉得呢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声音的好能够听出来 但是有时候声音比如做的不够好 也没有 也对也不明显 他不像画面会很明显 大家的事 而且是因为人的视觉上一看这个色彩 你的这个东西很明显 我喜欢这种喜欢那种 声音有时候它是很抽象的 所以他就说不出来这声音好坏 专业的人能听出来 但是有时候声音我们也听见做的不好 导演和制片人他们也说也听不出来太多 有时候是这种 所以他的重要性虽然大 但是了解他的或者了解他的重要性的这个 不是还没有受到那么高的一个重视 明白 那因为可能也是因为很多导演啊或者制片啊 他们可能也对视觉对吧 比如说有导演就直接是摄像出身的 对对 那对视觉的重视程度可能比声音更多一些 对这也符合常理 就像我我要平常进电影院 我们平常看一个没看过的电影 其实我们也不会说一进去就是不看别的光听声 我也还是被故事先吸引 我也是被 呦这景真漂亮 呦这个镜头真满握 确实视觉还是会有先舞为主的一个东西 明白 对声音 所以其实跟画面一样都是为了电影故事内容服务的 但是确实从这个主次上 或者和大家理解的程度上 那画面确实会更主动一些 我记得就十几年前 就是咱们一块看满城近代黄金甲 我记得到最后人家就有的就说 说这个因为他有个大的场面 说好多的那打斗 但是觉得那个声音太单薄了 就是说你这成千上万人的打斗 可能后面这个声音 刀枪剑体的声音就这么几种 就有点太单 可能就做的不够好 就是这种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首先像黄金甲这个是陶金老师 那都是我师父辈的 其实他们觉得 但因为声音就是有一个 它也是一个很主观 可能真让你听到五百个人拿着刀和枪那打 如果都给你露出来听 你可能听的就是操杀一片 对 宣明夺主 宣明夺主 就是你听着五百个人铁器那撞 那就是一片乱了 所以其实这就留下 我相信更多的是他们艺术上的处理 就是说我让你听到的是我想让你听到 明白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听到的是真实应该是什么样 我且让你只听到三四个人的声 就够了 就够了 这是一种艺术上的处理 那是不是要这么说的话 就是如果是这个电影当中的声音 只要让你觉得特别舒服 然后有这种代入感 而且做到那种润物细无声 是吧 就是看上去没有任何的 或者你听上去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其实就已经达到了很好的标准 对可以这么说 而且我们经常就说别让声音跑火 就别让人听出来 哎呦我这声音 我是故意要怎么着 让人家离开了 不看故事了 靠声音 靠他的比如说他的大 或者他的特别的哪出来的一个奇怪的东西 让人觉得我这声做的特别好 我们觉得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的是你可能没记 但是没有注意到 但是声音烘托出了他的节奏 给然后烘托出了他的这个情感 配合的非常好 对 有于有声音的存在你的那个感情 在这个故事里的 你能认同的更多 这其实是非常好的 就跟那个ps的 一定要ps特别就是符合不合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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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合适就是主要了 OK 那咱们再问吧 比如说那 吴老师当时是怎么走上的 成为一个录音师的历程呢 没有 其实很简单 我是中学学的是理科 我考大学的时候 北大清华考不上 本来不是没学那么好 然后再往下上一些理科的大学 你当时也不知道有什么有意思的 或者什么 后来我的一个朋友说 你去电影学院考的录音系 说那是理科的 北电 因为电影学院 你当时想到这艺术院 肯定只收文科生 但是录音系是收理科生 这是文理兼收的 文理兼收的 对 所以我说这也行 那么因为家里呢 我父母也是做音乐的 所以觉得这个录音系 跟音乐总是会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就怎么上 上完了以后呢 其实本来还是想做音乐录音 因为家里的这个是搞音乐的 但是因为学的是电影 所以慢慢最后还是搞了电影 OK 那是这样啊 我们也我知道 我看了好多你这个就是你参与的片子 我基本上都看 赤币我也看过 1942唐人大丁我都看过 然后你这和江文老师 还有这个方小冠老师都有过合作 我问一下哈 比如这些片子当中 哪个片子 从你自己专业角度来说 你觉得是完成度比较好 我觉得满意不能百分之百满意吧 可能都有不满不满足的地方 但相对来说 哪个片子是你自己认为说 这方面的声音 是我觉得可以觉得不错 或者是相对满意的一件作品 我觉得太阳照常升起 还有像1942 因为其实每一部片子这么说 你这个片子最后能上瘾了 能够通常来讲 像我们的导演认可了 那基本上这个完成度都还不错 都还可以了 每次到电影院听 都能听出 哎呦 这块没做好 我还能够再好一点 因为但是你做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当时在制作的当中 可能有一周期 或者你当时脑子没有绕出来 什么这种东西 但你要说相对来讲 我觉得太阳照常升起 1942 我觉得整体的完成度 我觉得还是 就相对我自己也觉得 可能更满意一些 但也不是说别的片子 就是说就是有很大遗憾 但是也没有说哪个片子 我觉得就是 真是你说的 没有瑕疵了 那都不可能 不可能 做艺术都是这个情况 对吧 就是你总有改进的空间和机会 所以每件完成的作品 都是不完美的 对对对 没错 咱们说到 太阳照常升起 这个片子我也看 我非常喜欢这个片子 但那个时间应该很早 对 那是08年左右的时候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是 比如说那时候的录音的工作流程 是不是跟现在还不太一样 其实差不多了 录音的工作流程 其实就是 你前期录完了后期 只是在于 现在的可能 由于电脑的设备的不同 其实整个的工艺流程 没有比几十年前 有时候有特别大的区别 我认为 你比如说咱们就提到 比如当时说 江若老师把这个剪辑师都快弄逼疯了 你给我们讲讲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以前的剪接是台湾家床升起已经是电脑剪接了 这还可以的 那么以前在早之前的剪接是拿胶片那么剪 胶片剪就很难像电脑时候可以像大家现在都知道用这种东西 我可以一格随时剪再回来 胶片的剪接你真的是要拿剪刀去剪的 你要把胶卷的拍出来的样片和你的声音转成宽词 是要用剪刀剪下来 接到下一个镜头上 那么当时江若老师应该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时候 他虽然那会还没有电脑的剪接 但他的剪接的感觉已经是用电脑剪接的方式了 思维逻辑已经是用苹果的方式了 对 他经常说你再帮我挪一根 就来一刀 你再给我回来两根又是一刀 最后剪接那边就会出现无数个这种小卷 就是天头那样 是找不到的 因为你也不能每一个都标 对跟电脑用法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他知道他明白 说实际上现在是现在的技术达不到我的一种要求 所以他这个理念其实是很先进的 很先进的 他理念当时的参加剪的 因为大多数当年的那些导演 他用那种情况只能就是 大概接上差不多了 就这样了 但是江若老师导演会很在意对这个动作之间的衔接 每一个动作和下一个动作 他已经 他那会他已经达到这个了 所以但是技术上当时剪接的时候还是比较难 但是现在有了电脑这些东西就没有问题了 那其实来说的话 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话 基本都是数字化的 对吧 就是拿后期啊 比如说这些软件都可以操作 对吧 那这些年来 比如说你这从业也得30多年了 差不多 对吧 这30年来 从这个设备的演进 对你们这个工作流程啊 比如说前期后期 比如说 举个例子啊 拍的时候可能开始是只能是胶片 后来是变成数字化 然后再到后端 后端比如说以前的院线 后来又说什么杜比了 你把这些东西 就这些科技的在30年间的这个演进 对你的工作和这个专业 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其实是越来越 相对来讲 细材越来越 方便 方便 这是实话 越来越方便 你的可行性是越来越 越大了 最早声音最开始 那不是都不是我毕业 觉得更高 更早的在 就有声店刚出来了 30年代 那会儿录音机都不是便携的 那会儿录音机是跟 就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跟一个放映机 那么一个大小子 所以那个录音机要去现场 那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为什么当时也就 大多是棚里头拍戏呢 所以那个录音机 那个录音机就跟一个胶片机 就跟那个咱们的文件柜那么大 一台录音机 一摁带着走 那还带发电器 必须带着发电器 对 所以是很大的 因为没有便携 是个东西出来 所以那会儿话筒呢 灵敏度又不够高 所以刚时有声店的时候 声音反而相当于有好路 是因为话筒反正不能给高 给高就听不见了 所以为了照顾话筒的高 摄影一定要给他 一个很近的景点 就要有 经常要有这些东西 那么这是一种 然后呢 后来出来便携的了 便携的是磁带 我们毕业的时候 还用过那15分钟一拍 所以你接着会 有时候你导演一条场 就差不多了 你又想省磁带 你老给算 老估计 下一条拍几分钟 两分钟的 我这磁带够不够啊 然后你又不想扔它 就是省钱嘛 跟照相机的事 算胶片 对对对 一样是片 那现在都是用的 都是硬盘的录音机了 那就基本都没有问题 这些东西确实是方便的多 然后话筒的指向性 话筒的音质 无线的 传输的功率 这些东西都比原来要提到 后期也一样 后期有了电影 现在都是数字电影 都是影院都不是放拷贝 都是放数字了 所以这些东西 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 而且随着现在的 我们还有一感受就是说 以前刚毕业 因为你觉得用电影的器材 都是最高端的 都是有门槛的 对 现在随着这个器材的 大幅度的改进 有些价钱 有些说 这小东西 看这能拍出来吗 或这能录 有特殊效果 对 结果一发现 也可以 拍的也不差 什么的 就像现在有些镜头 不是有些电视台用的东西 比如爆炸的时候 它为了多机 拍个iPhone 你真的剪进去 它也不会太差 有些色素的效果 它就可以用这些东西 所以它这些东西 我觉得器材的进步 确实带来了 创作上极大的 一个是方便 但是也同时 也是有更大的一个可能性 明白 那像我们 其实像我们自己做节目 用到的器材 已经非常少了 但也会遇到很多情况 你比如说线 比如说机器 然后你要考虑的事特别多 对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比如说像你们 如果在做声音这块的话 也需要很多人 因为我说好像电影 它是一个人就干一件事 对 对吧 比如说你们这个 比如声音相关的怎么个分工 录音组 其实声音的录音组 在电影的部门就算小部门了 一般来讲 带一个录音师 带上两个到三个话筒员 就可以了 或者叫助理 又负责据话筒的 有时候又负责帮着演员占物线的 或者是顺线的这些东西 但是都是混的可以干的 国外有时候更少 国外有时候一个录音师 就跟一个助理 或者最多俩 什么事都弄了 中国有时候 因为现在的速度 要去比较快 或者怎么样的 有时候多一个 但是一般的一个录音组 一般是三到四个人 明白 你们其实除了录以外 还有很多商人得做 就做 那是后期 后期是完全是另外一个 就跟另外一个事情了 其实有专业的是声音团队 声音公司 那是有专门的 比如有台词编辑 有环境的编辑 有效果编辑 然后有专门的forly 就是做这些声音 还有专门的混炉室 这些都是分开了 其实原来在人不够多的时候 就是一个编辑 可能这些声音都要做 一个编辑去把这些全做了 那么现在随着 他周期要快 也等不了那么多了 然后这些工作 就会越来越的专业化 明白 那我看网上也说 就是现在有那些演员 是吧 拿着特别高的薪酬 然后可能他出场的时间就是很贵 所以他出场时间很短 但那么短时间 他又来不及背词 所以就是他直接演的时候 就是说数字 或者是对着一个副导演念词 然后后面再靠后期来修 那这种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跟后期配音等等 对这个是这样 在电影当中我没有碰见过 我也没有听说过 因为电影我觉得还是一个 比较严肃的事情 你要是一个演员到了这儿了 你台词都背不下来 我认为那是真是挺丢脸的事情 对吧 也是一个太不认真的事情 电视剧我知道是有的 那么我也觉得是不应该的事情 但是我可能理解 就是说同样的 你想三个月的拍摄周期 拍一个电影是90分钟的 拍30级电视剧 也是这个时间 也是这个时间 所以他的台词量 又是大量的台词量 所以他也许真的不可能给自己一个条件去背下来 但是我想说大多数好的演员还是能背下来 有的演员还不错 一点词都不错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数字 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 明白 那么这是一个敬业的问题 那么我们从技术上来说 确实是你如果说的数字要那长度上够 你后继配 把它配对上 对上那个长度 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毕竟口型是不一样的 因为词数不一样 所以大家有时候看一些电影会发现 他说的话好像就哪有点不对 其实他可能是后期改词了 因为改词在电视当中是很多的 你可能现场说着这个词 但是后期导演不想说这个词了 不管是因为什么各种原因 你可能要改词 但是就找一些跟他长度一样的词放上去 重新配 说你会觉得好像差了一点 那是肯定 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你比如说像这么多人的协作 我自己也做这种类似的纪录片拍摄 经常会出纰漏 就是肯定会有哪个部门会有出问题 那比如说如果就是你跟我们分享个经验 有没有出现过 有出了什么情况 怎么补救的这种情况 你举个例子 有的时候我们去拍片 摄像师拍完了 回来发现卡爆了 就那卡坏了 就这种情况 那对我们的打击很大 所以那是不是在做声音这块 也要有各种的backup方案 对对对 是有的方式 这个反正就是说 像我们一般来讲 是这样的 在现场 如果说摄影啊 摄影机啊 什么出问题的 这种等 都是都他只能等了 声音当然也得等 但是如果说由于自己的设备 特别是声音 你说说像现场别的部门那么等 是压力是那是相当大的 相当大的 所以当然第一就是说 你得对自己的器材熟悉 第二你对他爱 那么你当然你还可以拿一台 我们一般都会拿两台录音机去 一台主要 一台稍微差一点 当个备用万一出现什么状况 其实最主要的是素材的备份 做完了回去 赶紧考进硬盘 搞进这个备份 这个别丢了 现在的录音机 我觉得现场出状况 不是那么大 就现在的设备是比较可靠 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也不是没有过 我们也经常听到 谁知哪 一不小心 电压一变 然后一下保险憋了什么的 这个机器就不能用了 这都有过 比如说真的出现那种状况 那就只能扣后期再来 你真的让你赶紧换背机 但是你靠后期的彼音补 当然可但有时候现场 导演是不干的 你演员今天组上词了 这个是等于 你某种意义上 等于跟白拍是一样的 明白 那你比如说像导演 他因为主导演可能 就要管所有的事 那分下来 因为他会有好几个副导演 会不会有这种专门的副导演 是专门针对声音来管 没有 没有 声音的工作一般是 直接跟导演去 就是他来直接和导演 对对对 在沟通 对 当然我们有时候需要副导演 包括制片部门来帮助我们 完成一些事情 比如说去组织群众演员 单独组织补录 或者是跟某些地方 说这边太吵了 请他们安静 这些我们就跟各个副导演 和制片部门的人 沟通是很多的 但是从艺术上 这边声音是直接跟导演来 明白明白 那你比如说你这边也得了好多奖 得过香港的金像奖 然后金击奖 金击奖应该是个专业奖 就因为我很好奇 因为我总觉得就是声音这个东西吧 这个评奖应该是很抽象的一种 对吧 你比如这个故事好不好 或者是他这个故事符合主旋律 或者敢不敢 这好界定 那声音这块评奖的话 它有哪些考量的因素呢 其实呢 声音评奖也是一个很主观的 那么因为评奖会里头都是有 有专门的声音的评委 那么他肯定是有先选出来几部 好的 然后呢 他也会跟其他的 其他表演的摄影的美术的评委 大家一起讨论 他会提出来说 我觉得哪个声音不错 那么其实不错 声音的讨论也是 首先你当然 你不能出太多的技术问题 你的音色 然后另外是 说的笼统一点 就是你的这个声音 是不是比较完好的 保护了这个电影的故事 体现了这个电影的故事 不是保护 就是说我烘托出了东西了 你的声音做出了 是不是能做出 它同样的年代感 你的声音能不能 做出了这个人物的性格 对吧 然后能够 这些东西你都做好了 然后让这个故事 在你声音烘托下 能够更上一层 这是他 还是看整体 还是看整体 对 还是看整体 当然有的片子可能 也许有的片子 可能一般声音做得非常好 那也是有的 但是相对来讲 如果片子本身 速度差一点 也再好 别的都没用 对 没有用 对 没有买 还有一个问题 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你比如说我们也录 但因为我们录出来之后 基本都是在网络上放 所以它就是画质 还有这些要求 我根本不需要那种电影机来做 就够了 但反过来 比如说我在考虑这个事 你们用了非常好的摄像机 用了非常好的灯光 非常好的音效 非常大的画质非常高 但是你比如说放到院线去放的时候 这个院线会不会变成一个瓶颈 就是它的设备导致了这个东西表现不出来 你说的特别对 我们的院线的瓶颈让我们其实是很头疼的 有时候因为咱们的电影院 很多电影院的影厅是相当不标准的 相当不标准 所以很多声音到那你是听不出来的 画面到了那色彩和它的亮度是不够的 时针都变了 因为我们就赶上好几回参加一片子的 我们首映视 首映视之前我们都要去调试 那么摄影师就觉得这个不够亮 因为你不够亮其实显得暗 那摄影师调完的色拍完的这东西 他会觉得很色差 说能不能调亮 那么影厅恢复说不能 说因为我们是用了国产灯泡 调亮了就可能憋了 对吧 我说我是音量能不能再大一点 说不能 因为我们用的是国产的喇叭 调大一点可能喇叭就劈了 就这种事情比比皆是 因为作为能理解了 因为人家作为影院 就是说他为了省成本 一个灯泡 其实灯泡在放进的灯泡是有寿命的 比如说几千小时应该换 那一个灯泡很贵 那他可能到了那个他只要没坏我去去 我不换我去去用 他有经营的这个压力 对对对对 那他可能他灯泡本身他会慢慢变暗 就是这种东西 对那我能理解 我是理解一下就相当于比如说电影产业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非常高标准了 但其实实际在投放的时候 或者是就是消费者在体验的时候 可能还距离他原汁原味的还是有差距 对我们经常说这片的声音最好的只有在混入棚里能听得到 进了影院就很难听得到 因为最简单的最常见的情况 他就是把声音都关小了 那为什么他会把声音 因为声音关小第一呢可能为了保护喇叭 但其实这不是最主要 最主要是因为现在都是多影厅 互相干扰 他你互相一干扰 一个影院可能有十几个厅 都挨着你进那个墙壁的隔音没有那么好 你这边放的特别大动态 那边就吵了 所以他都会关小 关小了你声音做的好多细节 你就听不出来了 可是在我们制作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能为了这些可能的这种小 我们是把声音都做大 我们先给他故意做大 你做大也就是 因为你给他按一个标准去做 但是他很多影院不是说所有影院 但是很多影院都会关小 明白 那这也是没法 目前来说解决不了的问题 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比如说买蓝光 当然你买蓝光买好的碟 然后你在家里就听 自己再弄一套 自己再弄一套 当然发烧友 当然没问题了 那是可以的 但是成本太高了 成本太高了 而且你毕竟 我觉得最大的成本是 你可以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 对吧 你好多声音包括画面 你能看到那么大的画幅 你的音量能看到足够大 你能看到足够大 是因为你居家足够远 你才觉得舒服 你在家里头看 你那么近 你也开不大 再怎么着 他那个感觉还是 其实还是在公内有这么一个市场 应该存在 就是那种特别高端的影院 就是用特别好的放映设备 能够原汁原味 体现出来电影本来愿貌的影响 第一它成本高 太贵 第二贵 第三就是人觉得万一没有那么多观众 为了这个 就是也不见得有那么多观众 说我为了听就为了听一个好声 或者说我为了听一个看画面最好的 我就去花贵的钱去这 万一没有呢 所以就没办法 因为很多可能也不会要求那么高 普通观众 普通观众专业的 对 就像我有时候去电视院 我自己也不会知道 我这个画面肯定是暗了吧 声音我能听到 别的片子 声音比如说 我觉得可能他放的小了 画面是不是暗了 我也不知道 也许 拿不出来 也许摄影师是不是就这么开 所以我也就这么看了 明白 那你看我们当时也 刚才也提到说设备 但我觉得这整个录音 或者跟声音相关的行业 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 一个硬件标准 对耳朵好 对吧 对 而且这个是不是后期做的时候 特别费耳朵 这件事 因为你看我们平时剪片子 就是特费眼 对 因为有时候往电脑下面一做 可能你20分钟这一片子的话 三四天就对着是一样的 这个看电脑 那你要声音的话 是不是带耳机这一听 也是三四天 也挺累的 那还不止三四天 你要拍一个电影 你想 其实我觉得费耳朵的更多的时代 就是对录音师来讲 同期也挺费耳朵的 你每天带耳机 你带耳机听 中间也要听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你拍摄 比如拍十个小时 工作时间是十个小时 你听十个小时的东西 然后一部戏 你可能拍三四个月 对吧 其实那也挺费耳朵的 后期也挺费耳朵的 那编辑们 编辑坐在那 每天也是十个小时的 对着电脑 他更累 他眼睛还给盯着画面 还给盯着那波形 也是盯着电脑 耳朵还给听着 手上还给操作 其实那也很累 对 我是觉得最我很难理解的一个事 就是比如我看这个颜色 尤其是你改那个log时间长了 你就蒙了 你就不知道哪个好看 对 可能你过两天回头再一看 说这其实和我想要不一样 对对对 声音也有这种情况 也会有 听时间长了就蒙了 有时听时间长了就失去判断标准了 确实有 就是你可能干的 听的已经都累了 然后你就算了 就是第二天你再来 你发现你听的跟你昨天 你想听 完全不一样 是你自己的状态 完全有 明白 OK咱们再说说 现在咱们聊一个别人不知道 原来没说过的 当时在日本求学的时候 就是算进修还算求学 算进修 进修的时候 然后有个很特殊的经历 听说是有人要求去给毛片 A片做同期 对对对 这个就是 我们那会儿 我们在日本进修过一阵子 当时负责我们的 也是日本是链上录音师 链上是协会 然后有录音师带着我们去 然后有些人突然说 说明天有一个毛片的拍摄 你要去录音 这毛片他是怎么说的 他就是叫毛片 因为他会中文 他们日本人知道叫毛片 他知道 日本人不知道 他知道 他会中文 我们说那当然要去了 要去看看 所以但是你拍了 你才发现 就是人家是 在日本拍那个 是一个很正经的一个职业 就是那个 一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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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摄影 我们去现场 摄影啊 灯光啊 道具啊 什么的 都是很专业的 都是很专业的 只是服装会少 道具是 对 因为不太需要服装 对 然后录音师也是 他平常也是 但我那个录音师 他平常也是做 正规的电影的 原先电影的 但是有空了 有别的片子找他 他也接 都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随我才平坊 人家是 就是现场的 然后之前来了 也拿着他吃的 大家都每天 跟一个小剧组 是完全一样 OK 就跟拍别的电影 差不多的流程 差不多流程 只是内容是动作片的内容 对 OK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然后等如果有 再有朋友来的话 我们再请别的人 跟我们一块来聊 谢谢吴大哥 今天 不客气 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 再见 拜拜